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星期四深夜,歐洲協會聯賽第三圈首回合會有好戲上演 來自芬蘭超級聯賽的古比斯 將會助陣主場迎至瑞士超級聯賽中的隊伍年青人 古比斯和年青人近年來歐戰都不乏見到他們的面孔 但古比斯身處的分超明顯要比瑞士超低扮 因此他們的實力亦顯得較為薄弱 就算首回合擁有主場之力,古比斯都不如過分高估 另外M直播屆時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在歐冠和歐洲聯賽的分組賽上 相信大家都甚少會見到分超的隊伍 因分超隊伍在外圍賽階段的表現難燈大瓦之堂 古比斯亦不例外 在過去五個賽季 古比斯都有獲得歐戰的資格 表現得最好的是2020到2021的賽季 球隊最終輸在歐洲聯賽第四圈 始終未能晉級到分組賽的階段 原本分超在歐洲當中僅算是三流聯賽 在分超表現得比較好的古比斯 一旦和其他隊伍交戰就看出實力的差距 今次是他們歐戰歷史上首次和瑞士超隊伍的較量 但面對的是近年來在歐戰表現較為出色的年輕人 古比斯都是難記以厚望 年輕人在上季瑞士超的表現有所下話 球隊最終以第三名成績結束賽季 以至他們今季只能獲得精戰歐協聯的資格 要知道在2020到2021的賽季 年輕人曾經殺入歐洲聯賽16強 上一個賽季也在歐冠聯分組賽看到他們的身影 在精戰歐戰的表現上 年輕人明顯要被古比斯更勝一籌 另外上季屈屈不得志的年輕人 今季在聯賽開局表現強勢 首輪就以4比0將衛免冠軍的蘇黎世斬落馬下 值得一提的是桑皮爾利沙美 近期展現出強烈的進攻慾望 近兩場各項賽事他都入球 相信今季在他的帶領下 年輕人定必能攻陷古比斯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未成功